我是葉宇峻 你現在收看的是葉宇峻彈吉他 今天我來到台北板橋的晚鈴樂器 那聽說他裡面收藏了很多很厲害的吉他 那我也很期待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什麼樣厲害的吉他 來吧跟我一起走 好那我們現在上來樓梯以後呢 我們第一個可以看到的是這面 我覺得很震撼喔 感覺應該是私人的琴吧 因為每個琴上面都有背帶 從這面搶了 感覺出來老闆應該是喜歡八等琴系列多一點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那我們等一下會來訪問老闆 我現在會再來是木吉他區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針對木吉他呢 這邊也有蠻多的品項可以選擇喔 像來自NEW X的木吉他音響 這個很不錯功能 非常的齊全 非常適合街頭藝人 如果你要選擇就是專一土性的 例如說缺角型的 那在這個地方我覺得在整理上非常用心 一眼望去非常好選擇 好我們到下一區看看吧 我現在會在的是效果器強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使用軍火庫來形容啊 我覺得最讓我一眼就看到這個亮眼的是 這個人頭馬厲害了 黑馬 銀馬 粉紅馬 另外一個是 這一顆我最近一直在關注這一顆 就是Poke Over的破音 Poke Over Overdrive 這一顆我蠻有興趣的 好以及NEW X的全套效果器 這邊其實品項非常的齊全喔 那包含說像這個雙踏板系列的 Loop 然後Stageman Altima 然後Delay Fireman S Offtone 來我個人呢 非常推這一顆 Dual Overdrive 就是兩個彩釘 然後你可以讓它前後做串連並連 那音色串結起來 我覺得功能性非常的強 好然後還有Mii系列 這邊也非常齊全 基本上該有的都有啦 還有最近這個 這個超強的 Amper Academy 這一顆非常厲害 如果你是做廠的話呢 那遇到沒有音箱的情況 這一顆超級好用 JHS系列 這個蠻酷的 它的外型全部長一樣 事實上是完全不同的音色 以上是效果器強系列喔 那我們再到下一區看看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比較偏中低價位的區域喔 我覺得這個區域呢 其實說實在話 是我個人在選擇它 我最喜歡的一個區域 因為呢我就是喜歡CP值 我第一眼看到的話呢 會是來自Squire的Squire 其實Squire並不會不好喔 那如果你懂得挑選的話 其實也可以在高的性價比裡面 找到一支很不錯的吉他 那我現在位在呢 是這邊是導線配件區 以及另外一邊的 中低價位的區域 那我發現呢 同的型號 它會擺在同一個區域 例如說像這邊的 RG系列的 或者是說 這邊的 Threatocaster型的系列 同一個型的吉他呢 它都做得很集中管理喔 讓你一眼望去 就可以很快找到你要的型號 我現在位在的是 工作室區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管理樂器有提供樂器的調教 以及零件的改裝的服務 那我覺得這也是跟店家買其他 一個很好的一個優勢喔 就是說 你可以跟店家買琴的時候呢 幫你調整到一個最好的狀態 那我覺得這就是跟店家買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服務之一 像現在網購很多 可是你網路上的賣家 你買到的琴 他的狀態 是不是如你所願的 其實真的不一定 但是你跟店家買的時候 真的是買一個服務 如果有維修工作室的話呢 那我覺得在購買上會更令人安心喔 那我現在位在的是 Fender區 這片牆很驚人喔 厲害的 除了品項很齊全以外 有一個特點就是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每一個品項跟分類呢 都整理得很整齊 那你會看到有Threadocaster 然後或者是說後端的其他的系列 整理得真的是非常整齊 一目瞭然上去呢 要找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整片的阿妞妞 那品項我覺得也是非常齊全 另外一個我覺得蠻特別的 就是碗靈樂器有開發自己的品項 他們有自己的碗靈吉他 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有自己的琴項魅力 我覺得對於現在這個時候 要自己經營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開發自己的品牌 我覺得這個是好事喔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間聽說是很厲害的 Ivanis Model琴房 來吧 我覺得這邊陳列的Model琴 應該是我現場看過 我覺得最齊的一個地方 有點震撼喔 包含像我這邊看到 Steve Vai 這應該是Martin Miller 還有Sam Fier 然後 好這個就不用講了對不對 這邊大家都知道的 好然後這個還蠻特別的 Zay Custom 我好久沒有看到Zay Custom 8570 這個大概是我可能 十幾二十年前 日本很流行的一個型號 8570 你沒想到在這邊 還可以看到8570本 這邊大家就知道啦 這個有簽名琴 Andy Thomas 然後這個是那個誰 THP那個 Tim Hanson Tim Hanson Tim Hanson Model琴 我覺得這邊Model琴 以Ivanis而言 可能是最齊的之一喔 好以上是這間超厲害 Ivanis Model琴的區域 Iva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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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odily 那現在我們邀請到我們晚鈴樂器的老闆 Nick 大家好 我是Nick 大家一定很好奇 那在晚鈴樂器目前到底有多少吉他 他在這邊 庫存應該有1000多元 平心而論 我覺得以一個吉他手而言來看的話 我覺得除了數量是當然他很多以外 那另外這邊挑選的琴 我覺得你是懂的喔 以一個吉他手來看的話 是有品味的 我自己也是彈吉他 也算私心啦 你看我們效果其實有一面牆 然後或是這個就是從自己喜歡的東西下去下手 那我們在找員工 像我每個員工有彈的 像John Mayer 有彈Finger Style 還有一個是 四象成為祭司 修集他的 所以我們在盡情就會也會討論啊 或什麼的 下面的那個Ibanez那個Model琴 應該是最齊全的一個展示間的吧 是不是 我們是新北市唯一的Ibanez的旗艦展售店 所以會有一些比較完整的琴 那其實我自己也蠻喜歡Ibanez的琴 我自己就買了一支 AT100 Anitimus 還有一支7V嘛 SteeFi的琴 對啊 所以我自己對Ibanez是蠻喜歡的 是 我也很喜歡Ibanez 現在他是很年輕化的在經營他們 是 像新的Bleafia Tim Hansen 就是他們是非常年輕化在做這些行銷 也符合我們想做的 如果以老闆自己 私心而論的話呢 你覺得有沒有哪一支琴 是你覺得 鎮店之寶 如果想要玩玩看這一支其他的話呢 可以來玩你的樂器試試看的琴 我自己蠻喜歡Mathias Asato這個樂手 我自己就先買了一把他的粉紅色的模特琴 然後自己先用 那他後來又出了一支黑金的Telly 所以這支Telly 蠻不錯的 他代言的琴有三種款式嘛 那今天有兩種可以看 請問如何到達碗林樂器呢 我們來源於去位於板橋的南門街 離府中捷運站五、六分鐘一定會到 然後或是開車來附近有很多 府後停車場啊 立體停車場 到處都有停車場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來逛碗林樂器 一日遊的紀錄影片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呢 以吉他手而言 來你一定會喜歡 因為真的很多好吉他 如果你也是喜歡彈吉他的朋友呢 很歡迎你到碗林樂器來走走喔 葉宇峻彈吉他 我們下次見